繼續來看今天10點不一樣精選 報稅季就快要到了 特別注意財政部已經發布了 112年度的最新規定 擴大了豪宅認定標準課稅 幾乎各個縣市都大幅下修 就有房仲業者指出 這預期有1790戶的屋主稅額會大大提升 這個房子基本上它是三房做成兩房 房子是64坪 另外兩個升降平面車位 這房子最大的特色就是適合小家庭 我們看一下主務室的部分 主務室你可以看到我們這房子 非常的寬敞 因為它是兩房變成一個房 明亮的採光清新的裝潢 這間兩廳兩房兩位的房型 位在台北市精華地帶 室內坪數將近40坪 而開價就要9500萬 那9500你隨便怎麼談 你也一定是超過7000 所以買賣總價也是7000萬以上 新房子大概10年到15年上下 或是再新一點的房子的話 過7000萬以上的房子很多 甚至在中山區你7000萬以內 還找不到這種新房子 最起碼現在房價從100 2150一增值到 像我們東華南路原線 這邊有一間BL4小豪宅 它一平成到192 隨便也過7000 以北市豪宅來說 7000萬就是一道門檻 不過隨著年度報稅規範出爐 財政部寄出新規定 將豪宅線往下修 發布112年度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的計算規定 針對個人出售2014年前取得房屋 房地總成交金額達到一定門檻者的定義予以擴大 台北市從原先的超過7000萬元 修正為6000萬元 新北市則從6000萬元下修到4000萬元 另外桃園市 新竹縣 新竹市 台中市 台南市以及高雄市 也都從4000萬元降至3000萬元 財政部它這一次算是無預警的公布這樣的一個訊息 那從上一次調整到這一次已經滿多年了 是用舊制的一個屋主來說 它繳的稅相對是比較低的 那其實財政部也希望能夠拉近 就是實際所得的一個部分 也是一個貼近實價課稅的一個概念 這一次有影響大概就是在 比如說在台北市的部分在6000到7000萬 那新北部分在4000到6000萬這個區間 因為它過去不是適用這個豪宅標準 那這一次適用新的豪宅標準之後 它可能就會被課到比較重的一個稅 也就是針對舊制買又是去年賣的這一族群 根據住商統計 2023全年屋齡在10年以上 有機會適用到舊制之高價房屋交易量 在財政部新頒布的標準擴大之後 七都共多出了1790間房子中槍 其中又以台中增加456件為最多 高雄與新北分別增加211% 與211%幅度最大 三都堪稱新智的最大苦主 它影響的人數其實是相當來說 以整體市場來說其實比例上是非常少 一方面是適用高總價的人本來就少 再來一方面就是人適用房地分離 舊制的比例到現在來說也相對少 那如果你今天是2016年以後 房地合一政策上路以後才取得 才買賣房子的 基本上是完全不會受這個政策的影響 要調控房市追求稅付公平 財政部先對豪宅門檻定義開出第一槍 今年5月報稅季就會適用 而針對非豪宅部分 則是以房屋平定限值乘上一定比例 這次全台368行政區當中 也有196個區域被調整 幅度約為1到5個百分點 其中又以台南新市善化 調高5個百分點為最多 接下來市場正要觀察的重點就是 三月份央行理監視會議 會不會跟進財政部去調低 所謂的豪宅認知的總價門檻 如果調低的話 那當然這個會受到所謂的現代 等等影響的這個市場上的物件 就會當然就會增加 所以接下來其實大家對這個政策 其實關注的重點並不是在於說 你是不是受到報稅的影響 而是觀察重點在於說 未來有沒有可能央行跟進 落實居住公平與正義 打房一招接著一招 這回輪到財政部出手 瞄準豪宅族群 加重稅賦 體育新聞中的榮成文 月台北採訪報導 隨著民眾的一些費習慣改編 越來越能夠接受集齊商品 現在不僅在超商有集齊品專區 大賣場也會每天挑選出集齊品 做折扣優惠 這樣就分析 未來這些電商業者 也可以推出集齊快速消費的特色商品 店員檢查貨架上的飯糰 看到有賞味期限快要到期 就會貼上標籤做促銷 增加民眾的購買意願 有折扣也都在保鮮期內 民眾對於集齊食品的接受度 也跟著增加 包含便當、輕食、三明治 都有人購買 在這個指定的時段呢 我們針對我們的鮮食商品 我們的烘焙商品 我們都有安真實的這個優惠價格 可以提供給消費者 那目前以鮮食商品來講呢 我們已經有8成以上的這些商品 我們都有安真實的這些可以銷售的機會 那鮮食的這個商品的數量 也超過400種以上 那目前從門市的反應上面來講 消費者的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我們讓門市的這些新式商品的銷售的機會呢 提升了一成以上 超商業者透過大數據分析 提購採購商品數量的精準度 集齊食品的數量慢慢減低 另外不只集齊生鮮食品 Kick out這區的商品呢 像是有巧克力、餅乾 還有麥片等等的商品 這些都是賣場新點出來的集齊商品 不過他們的保存期限呢 至少都還有一個月到半年左右 不過賣場呢 希望是挑選出來做一個折扣 讓這些商品不會被浪費 賣場架上 種類品項多 從乾貨到零食通通有 而售價已經是定價的對折 在通膨物價的大環境下 不少民眾也會來搶便宜 通常我們在集齊品的部分呢 從基本上會看 它本身效期可能是在半年 或是說三個月的時間 那通常它本身佔我們整個種名項 可能不到一成 但實際上只要有推及期的話 它本身效果的銷售項都不錯 那基本上近期都有差不多一成以上成長 那特別是說有時候可能年後 可能顧客的荷包比較緊 那這個時候它的銷量上面 就有成長至少超過一成以上 基本上呢我們有分幾大類 一般來說會有乾貨 那另外呢在本身生鮮的部分 好比說蔬果還有可能是外型上面 它其實沒有問題 只是外型上可能有碰撞 那像這類型的我們稱為 醜蔬果的這個部分 也有它另外一個銷售 就連生鮮食材也都有標記上 限時折扣標籤 大賣場每天都會清點 生鮮食材的保存期限 雖然只占賣場比例不到一成 但及其商品都會搭配折扣做銷售 業績持續成長 像我們每一天呢 其實在白天 不管是上午還是下午的時間 我們都有專屬的人員 會來看商品有沒有已經到了集齊了 那如果有到集齊了 這個部分我們就會去把它列為 是要不要做集齊品的特賣 或者它如果評估起來 它的效期 或它的本身效量已經到一定程度的話 可能後續的部分 我們會繼續販售 或者直接把它包消掉 在網路店上搜尋日用品集齊出清區 洗髮精 牙膏 香水 肥皂等等 折扣高 效期也有半年 能吸引不少消費者上門搶購 不只台灣 通膨壓力大的美國也一樣 根據美國消費者行為研究公司數據 通膨最嚴重的2022年 在集齊品 過季品 瑕疵品商店購物的家庭 比前一年增加了8% 整個大通膨的環境會造成 民眾越來越精打細算 努力去看哪些比較優惠的產品的品項 剛好3月份 很多人剛剛繳了學費 然後剛出國回來 學生組跟上班族 對於集齊商品的需求 我想會更有一個 所謂的剛性需求會出現 哪些產品適合所謂集齊商品銷售 我覺得這是 各個電商跟未來所謂的通路平台 要去思考的一個亮點 有些電商開始推西服專區 我們長線這些品項 就所謂的有剛性需求 或所謂的快速消費品 這些產品其實不會那麼快 容易就壞掉 那這會是所謂的一些特色產品 那每個通路要去思考 藉由哪些產品 集齊商品的一個專區 把它變成一個長期性 養成客戶 定期回購的一個習慣 從實體通路到網路電商 開設越來越多集齊商品專區 不只業者可以促銷新倉 民眾也能審下荷包 TVB新聞 立委華 劉均台北採訪 台中市的公車短短五個月內 先倒一家客運 接著另外一家業者也撤出市場 背後跟電動巴士脫不了關係 因為電動車的營運成本高 是油車的四倍 政府就算補助也無法彌補亏損 坐上駕駛座 電源打開 一切setting好 最重要的是這件事 酒車沒過的話 車子發動不起來 酒車值必須是零 數據連線後 車子才能啟動出發 行駛中 它是非常平穩的 因為它的啟動 帶動 都是很順 不會像油車 你沒吃到油 它就 傳統燃油公車 引擎聲轟轟轟 電動公車使用輪邊馬達 開起來幾乎無聲 至少它沒有排放黑煙 所以它對環境的污染 是非常有重大的貢獻 搭上電動公車 所有功能都與過去的公車一樣 電動車沒有引擎發出的聲音 非常的安靜 但重點還是在減碳 為了響應淨鈴碳排的目標 交通部推出2030年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的政策 也就是說六年之後全台市區再也看不到排放廢氣的燃油公車 全部都會是安靜又環保的電動公車 業者當然樂見其成 但是在整個推動的過程當中還是充滿挑戰 就以台中市公車為例 短短五個月就有兩間電動巴士業者四方客運 結順交通撤出市場 大眾運輸工具電動化是趨勢 但因為成本因素就算有政府補助也入不敷出 財務負擔壓力很大 去年開始是推廣型 政府給我們是370萬的車體補助 外加環境部的160萬分四年 一年40萬的所謂營運補助 一部動輒1000萬然後扣掉 即便一年就拿到370吧 那一部車還要630萬 更何況那370也不是一下就可以拿到 我所服的公司動輒一次就是 一批就是100部200部 那100部的話就是要拿3億多 以首都客運為例 統計至3月初 共有566輛電動巴士 就成本來看燃油公車一輛400多萬 電動公車動輒1000萬 電池要200萬 另一方面還得滿足電動車的充電需求 有些場站 那它是位在那個所謂供電目前的瓶頸區域 停車場地就是充電場站不好找 因為要佈設接電的設施 那這個所費不支 那至少我們這個場地的租約要10年以上 交通部2030年市區公車電動化的目標分三階段 2020到22年是先到期 扶植國內車廠投入自主開發生產 23年到26年是推廣期的目標過半後 27年到30年則是普及期將全力衝刺達標 最新數據是全台電動巴士有1800輛 佔巴士總數的17.3% 2030年的目標則是要達到1萬輛 他也希望利用這個機會能夠厚制國內的產業實力 將台灣的電動巴士外銷到全世界希望跟友好的國家一起為地球的永續經營能夠一起來做貢獻 那政府目前對於2030的整個政策的達成率坦白講盤點非常的嚴謹 現在正處在推廣期現有的華德動能 乘運汽車兩家車廠達到國產化要求 還未完成國產化的業者 洪華 創意 總營等車廠集起直追 要搶下剩下的汰換市場 坦白講 因為中國大陸對於電動巴士這一塊它發展得比較早 因為它是投入整個國家資源在運作 所以它當然有極具的競爭力 我們也希望說以台灣本來就非常良好的 不管在各方面的這個生育 希望能夠獲得國外的市場 靈探載具時代來臨 隨著電動公車數量增加 市區的道路風景將更安靜更環保 但在那一天到來之前 還有不少關卡要過 TVBS新聞陳柔翔往後與台北採訪報導 台灣邁入高齡化社會 漲者數量變多 退休之後往往都有退休 基因成了詐騙集團首要的目標 根據統計去年 漲者遭詐騙案例 比起前一年又多了近30% 專家分析 人格特質如果是熱心助人的 更要小心 要注意 不要隨便亂接電話 如果有人要說你的什麼帳戶沒那個的話 那你記得不要去到那個地方去轉帳或是怎麼樣 一通一通電話打足以關心長者狀況 還特別叮嚀陌生電話簡訊不要輕易回應 在社區擔任關懷長者工作的李幹事 對於防止長者遭到詐騙非常關心 就是如果有什麼打電話什麼的話 那記住他的電話 然後來就是跟他們講一下 然後就是告訴他們就是說 如果有什麼的話 就是什麼銀行什麼的 什麼的都會提醒他們 然後不至於他們會受騙 如果說有什麼疑問 先打電話跟我聯繫 除了有退休金之外 那在他們的這個年齡的關係 造成他們這個判斷力 然後一些思考能力的部分 都會比年輕的時候有點落差 所以也很難 也很難避免他們成為詐騙集團下手的目標 畢竟很多長輩退休之後 多數存有一筆退休金 加上現代人工作忙 往往子女無法常顧 這也成了詐騙集團的首要目標 根據美國調查單位統計 美國每年老年人金融詐騙損失 超過了280億美金 其中有近四分之三的錢 是被認識的人騙走 分析原因包含容易相信親近的人 太信任第一印象 以及過於依賴過往經驗 沒有辦法適應新的形式 反而成為歹毒利用的關鍵 我記得好像電視上看過一零 結果我就打去給他 他就說 他說你不要騙什麼去 我說所有資料全部跟他講了 你要跟人家聊來聊去 當然我就不跟人家聊 譬如說購物 有時候我們現在就是宅集變成 然後就是送到家門的時候 有時候他們就可能 就是打開來包裹 然後就來跟人家說 我送錯了 那這包裹你就是要付那個費用 我們也會請他們就是說 留意家裡的人 有沒有就是訂包裹 如果有訂包裹的話 事先跟他們講 也不用被受騙 調查分析跟發現 容易被詐騙的人格特質 包含是順從權威人物 樂觀外向的理想主義者 願意取悅他人 自我控制能力比較差 都是其中之一 112年1到10月 65歲以上高臨場者 遭到詐騙案件 台灣一共有4339件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9.99% 詐騙手法 第一名是以投資名義 購買各類產品 最常見的是買林古塔 件數達到1066件 超過四分之一 第二是猜猜我是誰 有900多件 第三是假檢警詐騙 嚇唬長者 帳戶著凍結 要求對方轉帳 手法多元 方不勝防 我會發現說 像我們年輕人可能會比較不去理會這樣子的動作 甚至我們會透過一些網路查證 透過一些警政系統 去了解到底這個訊息的真偽 但長輩有時候他因為心急 或者是一下子沒有辦法立刻求 尋求外人的協助 而導致整個判斷失交 所以他們很容易在這個部分就很容易吃虧 看存長者多數獨居又有老本的情況下 詐騙集團手法越來越多變 警政署提醒大家 接到電話或者看到網路訊息的時候 保持冷靜不要輕易回覆 一定要跟家人朋友或者社服單位詢問 若懷疑有詐騙風險 可以撥打反詐騙專線 一任五或者110報案電話查證 千萬不要親信對方話術 操作轉帳得不償失 到第一時間遇到這樣的詐騙訊息的時候 他會不知道怎麼判斷或者是處理 那尤其我剛剛講的這個輕度失智的長輩 他們在判斷能力上又比正常長輩 又再更低一些 所以我會呼籲就是有長輩的子女 應該要多留意長輩的狀況 那也跟長輩保持一個良好的互動 那避免說這個爸媽淪為 這個詐騙歹徒下手的目標 簡訊的部分大家可能比較常收到的 譬如說會有各種名義 譬如說積欠燃料費 或者是有好康的貼圖贈送 或者是好康的餐券 住宿券等等都有可能 然後附上不明的連結網址 要求你點選輸入 各支信用卡號等等 那這種幾乎就是 釣魚簡訊的詐騙了 千萬不能點入 尤其是如果你不慎點入後 那就不要慌張 立刻關閉該網頁 長輩們多奮心 家屬也得多關懷 不接不聽不亂回 多一份詢問 確保安全避免長者 成為詐騙集團眼中的敏揚 TB新聞 周英倫來明 台北財保報導 健康的話題來關心 所謂的毒素是指身體的代謝產物 現在生物學叫做過氧化物 或者是一些氧化的残毒物 因此對於身體的代謝廢物 如果基在我們的心臟肺部 或者是肝臟腎臟屏障 這就會影響到身體的代謝 從中醫的觀點來看 人體有五個脏腑 叫乾心皮肺腎 所謂的毒其實就是一個代謝廢棄物 包括吃的東西與營養 通常身體累積到體內 都有可能轉變成毒素 接觸的東西 包括聞到吸道 呼吸的東西 都可能變成毒素 所以要想辦法把這些毒素 從體內代謝到體外 才會對你的身體有最好的保健 肝臟在人體身體上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代謝器官 它可以幫助你代謝很多 消化吸收的一些不好的食物 那有時候包括我們熬夜 睡眠不足這些部分 也讓我們的肝臟受到損傷 所以我們平常可以多吃一點綠色食物 對深綠色的食物 像蔬菜這些部分 剝菜這些東西 都可以幫助我們代謝這些東西 其實在中醫的心臟 包括睡眠的神經 都是心臟所影響 有些人容易嘴巴破 口比較乾 都是跟心臟堆積的比較多的毒素 也可能讓循環造成不好 因此多運動可改善血液循環 也可以多吃一些 比較深紅色暗紅色的食物 像是一些小番茄 牛番茄這些部分 或是茄子這些部分 都可以對我們心臟排毒有幫助 中藥材像肚臟這些部分 對我們腎臟的調節都有幫助 重點是多喝水 一天的喝水量至少要兩千cc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體重 乘上40的量來做計算 最好的最多的水喝水 其實就對我們腎臟排毒最好的功效 中醫的皮 如果說民眾很喜歡吃冰品 或者是瓜果類含糧之品 容易造成體內的水氣 或是失血變多 甚至全身會有一些浮腫水腫的現象 那可以選用像四神湯這樣的一些中藥 來健脾力濕 中醫認為只要是對毒的定義 其實蠻廣泛的 如果攝取過量對於身體來說都是不好 包括常提到的寒毒 熱毒 濕毒 只要超過一定的量對身體來說都有負擔 如果是在新的毒素的話 常表現的是你的舌頭會有一些舌破 或者是一些痘痘出現在我們的額頭 那再來就是一些心神方面的一些紛亂 睡眠會比較不好入睡 維持我們人體平常運作的一個正常的器械 但它如果累積過多或是累積在不適當的地方的話 那其實就可以跟我們就是民眾口中所謂的排毒 或者是毒素這兩個字來做結合 就是過多的這些病理產物 你也可以把它視作一個廣益的毒素 中醫會用降肝火的中藥來治療 可以按壓太沖穴來舒緩 中醫的心火旺 可能是吃的東西比較偏烤 炸 辣多 或是短時間內情緒波動太大所引起 比如說口舌會有一些潰瘍 或者是說情緒很亢奮 晚上會煩躁 睡不著覺等症狀 那我們就會開一些類似黃蓮醬的降心火的中藥 或者是按壓神門穴來舒緩 常常聽到說要去排毒 或是身體裡有毒素什麼的 那其實在西醫或是中醫的角度來說的話 其實並沒有所謂排毒這個名詞 但以我們中醫來說 就是我們中醫有一個名詞叫六慾 像是氣癒 血癒 痰癒 濕癒 還有食癒 多水對於肝臟也有幫忙 多休息 那對於心臟的一個部分也可以減少心臟的一個過度的壓力 造成我們一些代謝產物會堆積在那邊 所以我們說中醫所講的這個毒的一個積累 在西醫所講的代謝產物 多水多休息 然後營養均衡 這可以減少我們身體的一些不必要的廢物 產生可以把它排泄出來 醫師指出五臟都有病理產物 其實會影響到生理狀況 五臟是否累積毒素的產生 建議諮詢專業醫師評估 避免延誤病情 TVBS新聞 蕭英強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